相濡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开始 一直到今天我们江湖的外延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今天走向社会 就是在江湖上混的话 那么首先一点呢 你要学会承受委屈 学会自我评估 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我说人的心胸是靠委屈称搭的 是不是 你能承受委屈就表明你成熟了 其实有时候那委屈是假的 不是真委屈 你觉得委屈了 那别人还觉得委屈了 一样 如果你认为这事自个吃亏了 我先告诉你 比如你这个团队出去做一个事 最后领导在嘉奖或者在什么时候 你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自个吃亏了 我先告诉你这个事特别的公平 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公平了 我先告诉你 那就是别人吃亏了 如果你认为你这事 占了大便宜 你这人就该杀 一个团队出去就你占一大便宜 别人都吃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 不管你是在职场 还是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有时候觉得碰到一点事 你觉得 我吃了点亏 其实未必是吃亏 所以古人说吃亏是福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这句话的含义还是挺丰富的 一会儿我们再细讲 那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什么 是江湖 江湖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那我们先看文物吧 我估计你们心里都很痒痒 想看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文物 来表达我们的这个江湖 江湖 感觉这带着一股杀气 这文物一打开 看着啊 江湖有多大杀气 大杀气 这么可爱啊 俩萌宠 来 我拿出来 天香帮我盖上 俩飞多大脑的鱼 这类东西在国内很少 过去都是欧洲人啊 很喜欢这种摆放 到现在你到欧洲人家里 他经常摆一些小动物啊 干什么 欧洲人很喜欢 尤其金鱼呢 又叫中国鱼 是中国人培育的 所以这种鱼当年呢 都去了欧洲了 乾隆盛世时期的大金鱼 白瓷的 很漂亮 为什么要把它拿来呢 就是庄子说 相濡以沫 不如相望于江湖 相濡以沫 什么意思 感觉现在就是 形容夫妻 相濡以沫 就是互相脆吐 什么事 你想 相濡以沫 沫就是吐 就是两个鱼啊 那个嘴对嘴的 不如脆吐 我们想起来有点 身体不适 人不能相濡以沫 人相濡以沫 就基本就翻脸了 都淹了 相濡以沫 是鱼在离开了水以后 互相 这个 投水滋养对方 对对对 就互相救护对方 我没有办法 我唯独能够 有一点唾液 能把你救活 救活 那么 庄子就说 那与其你这样呢 就不如 你们这么好的一个关系 不如将来 就是 就在江湖 你各游各的嘛 就是你要有另一副天地 这对鱼呢 它的观赏性很好 你大部分人也没有见到 到博物馆里也不多见 你可以想想 它是250年前 乾隆年间的 这个观赏物 我们今天都很难把 此去做得这么逼真 它很写实 做工上讲 它是有模子的 它有模子以后呢 大型出来以后 要人工修 它这个鱼鳞啊 鱼鳍啊 这些包括这个 尾氏啊 尾鳍鳍上的这些痕迹 都是人工一点一点修的 所以它很随意 那么汉朝时 这个江湖呢 就开始有了这个 就开始脱离了 它本身的这个字役 它就有了四方的 全社会的意思 三国时期啊 这个曹操就说过这样的话 说江湖未尽 就没有安静下来 不可让位 所以这树这个江湖 已经脱离了 我们的江河湖海 本身的这个意思 那现在我们江湖 有点来形容 全社会这么个感觉 可是我一直纳闷一个地方 你说全社会 为什么要用江湖呢 感觉用山川 什么这听起来更大气 为什么非得跟水 沾上点边呢 问的好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啊 它不是个水生动物 那么人是在陆地上生存 他到水里的时候呢 他的感受就非常困难 水下比陆地阴险的多 所以江湖就代替了山丘 我们为什么不拿山丘 来比喻这个社会呢 因为山丘高高低低的 你也全能看清楚 但是水下的事你看不清 所以我们老有一句话 说那事你别去 那地你别去水太深 对吧 有人说我 说你们那行里不好玩 我说怎么不好玩 说水太深 我说水不深 古董这行业水并不深 是水太浑 都被这帮人搅浑了 每个人都在这搅浑水 明白的不明白的 都把自己装成明白的 懂的不懂的 都在这去搅和这池水 所以你一旦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 你立刻就触底 你就会受伤 水深的意思是 你怎么跳下去 你摸不到底 你闹不明白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说江湖上 无非就是水深 水魂等等这种问题 我们就拿江湖 比喻了我们今天的社会 江湖的后来的含义 就送以后 尤其到了明代 清代 由再进入民国 江湖的词汇中的贬义 就开始增加 比如最容易说的一句话 就是江湖骗子 这人是一江湖骗子 过去江湖上 是有很多术式的 就是他怀有各种绝迹 各种绝迹 他利用这种绝迹呢 去赚钱 有的是真有绝迹 有的是假有绝迹 我十几岁插队 那么插队呢 那是死一人 死一知青 这知青女的 不知道怎么 他们掉水了 掉水了以后 那是个死水汤 因为死水汤 都比较浑的 就是都脏了 然后就找不着了 找不着 知青都去帮着捞 捞两下吧 就是先吓起人吧 说摸不到底 因为水性不行 摸不到底 没招了 没招了有人就跟我说 说那个隔壁那村 有一人会捞人 说他那就是 就是叫一把捞 谁都是一把捞上来 让我们在 都傻了 因为当时出了事故了嘛 大家在那等着 把这人叫来 叫来以后 这人到了以后 先看看这水汤 回个头就问了一句话 说管饭吗 管饭吗 你想人的道德水准真高 现在一什么都是 给多少钱啊 人没有钱的事 说管饭吗 你说管饭管饭 他说弄上来就行了 然后呢 在那看着 说女的都离开 讲究 说女的全离开 男的 我说他有啥招啊 他也不让女的看 他没啥招 他就是脱一金光 他没游泳裤 现在这个游泳衣 是这个 那个高科技 你看现在男 男运动员都穿游泳衣 全身的 为什么他不穿游泳裤啊 按理说 他就穿一钉子裤就行了 对不对 他因为这个面积越大 他那个阻力其实越小 他是高科技 杀鱼皮的 这哥们 穿一大裤衩 他下去兜水啊 你要穿大裤衩游泳 那个屁股老帮上去 为什么他兜水啊 你想你想往下扎的时候 那裤衩就飞了 所以他脱一金光 然后我们在那看着啊 人到那水边啊 就是他没有姿势 你看你想象都是运动员的 唰一个愉悦进去 那都是电影 他不是 他就汤着水 哐啦哐啦哐啦进去 哐啦 下去了 下去我们就等着他捞呢 这人没了 没了 没了 这多久看不见他上来啊 就让我觉得都有仨钟头了 因为咱大部分人憋气啊 一分钟之内 你不信你回家试啊 你要怕死 你拿一脸盆 你要不怕脏 就在马桶里就行啊 你这个把水放上 你把脸搁进去 我保你 你的憋子就基本快死了 你抬头看不到一分钟 这哥们儿 等就下去了 所有人一开始吧 都等着啊 大眼瞪小眼都等着 哎 他没了 没了 他说哎我算 那他没了 哎怎么回事 就 所有人都开始 就是 就 因为时间太长了 大家都认为 又死了一个 又死一个 对 这人没戏了 死了 说这一天两命啊 说再怎么 再找第三个人来打捞吧 这哥们 就从水里出来了 我当时又惊着我了啊 就我怎么也不能认为 一个人在水底 也能待这么长时间 上来的时候呢 特自如啊 你像我们啊 过去我们学游泳的时候 在水底下 跑一会儿 一上来 都憋得快死了 人也没有 上来又特自如 就没有这喘气 没有上来 紧倒气 没有上来了 就上来了 就完全是 简直上来 一看 空着手 这么就上来了 然后这只手 在水里 他人都上来了 差一滴了 印象深刻呀 脚心 一女的 惨白的脚心 这手断着脚腕子 就上来了 那人让我彻底惊着了 我就觉得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江湖中 一定是有身怀绝技的人 你知道这 这池塘啊 是 不透光的 不是西沙群岛的 能往下看十几米的 他下去水 我估计 下去一米多 顶多两米啊 它就没有光了 它底下是黑的 它怎么去 把这人捞上来的 我不知道 我在水里 是不敢睁眼的 你不戴上那护目镜 戴上护目镜 特好看 我第一次戴护目镜 在水里一睁眼 一看 这好看呀 这底下都是游泳衣呀 这个 好看哪 哎呀 后来我到游泳池呢 就特愿意 戴上水晶下水里 好看 所以在过去的 这个社会中呢 各种人有各种高招 每个人活着 有自个儿的 这个活着的方式 你比如我们的 这个农业社会啊 是靠记忆生存 记忆两种 一种是要手艺 对吧 我会 有一本独门绝技 比如我会做陶瓷 我就能养活全家 对吧 还有一种是无形资产 是记忆 表演就是无形资产嘛 对吧 他要去 这个学习 你任何人再聪明 你不会天生 生下来就会说相声 你生下来就会唱歌 都不可能 你得跟人去学 所以呢 过去呢 我们的社会中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师父 师父 这个师父呢 是父亲的父 那我们今天呢 说师父 大部分是丹利仁这父 这个师父是过去从皇家来的 太师太父 少师少父 就专门给皇帝找的老师 我们今天的师父 丹利仁这个师父 跟父亲的父 这师父呢 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过去说的这个师父 是不讲对价 因为他是你爹 你跟你爹讲什么对价 所谓对价 就是平等的去谈一件事 不平等 那么今天这师父是对价的 比如你做出租 说师父谢谢了啊 你把钱给他了 是吧 你光说师父谢谢了啊 转身走的 给你不干 钱还没给呢 对吧 所以它是讲究对价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师父 是两类师父 关键看你是学的哪类 如果你要是学一种技艺 你拜师 只要是拜师 有拜的这个过程 那你就要承认 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化传统 叫师父 父亲的父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是规矩 那么这个前日子 就是咱这个相人界 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事 它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后来我也聊过 我说首先 就是这个事 是不能按对价的方式谈的 你不能说 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 所有的事情都有对价 你跟你爹妈 肯定没有对价 你爹妈为你付出的 这种劳动和辛劳 你今天说我回报了 说我妈 我爸当年照顾我 说我们家住一两居室 现在我给他买一别墅 这事根本就叫大逆不道 你提这事就叫大逆不道 就是如果你认为 你的师父 就是你的亲爹 那就叫清官难断 家务事 这些外人听着没有意思 说不清楚 谁差谁钱了 谁给谁钱了 谁打了谁 谁那天罚战没 罚战是应该的 对吧 你要学本事 学本事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不是引导你 是戒律 告诉你什么不能做 你哪错了 你错了 打一下手把 你记一辈子 天天说错了 没关系 咱们下回再来 你下回还错 对吧 所以人性中啊 很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我们最反对 人性中的 就是东西方都有 东西方都有一条 就是对人性中呢 大恶是什么呢 背叛 背叛 只要你背叛了 这就施恶不赦 那么在这种的关系当中 在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呢 它是一个非血缘关系 体现血缘价值的 这样一个关系 就过去这种像 黎元行啊 这个这个 曲艺行啊 这些行里 有很多徒弟 一直把师父送终 比子女做得更加周全 你像孟小冬 孟小冬 余书妍的关门弟子 女的呀 孟小冬多清高一人啊 就是民国时期的王妃 你知道吗 清高之极的一个人 那么伺候的师父 一直 师父得的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得的 这个这个膀胱癌啊 还是什么 就是说尿都尿不出来了 没有人能帮他捣尿啊 那是女弟子 女徒弟帮你做 不嫌脏 不嫌累 心甘情愿地伺候 伺候这个师父走 走了以后才能踏实 就是说在师父的晚年 我能够有机会尽孝 在古人认为是大福 我们老说 久病跟前无孝子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 伺候你的师父 能够安然升天 你真是有福气 所以古人说嘛 处于敬而风不止 只于孝而亲不带 没工夫等着你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知道要尽孝 对吧 我们今天都不会 你想过去学徒 古董行学徒 头三年很简单 你那这个亲生父母 把孩子送进这个店里 跟师父说 这是你的师父 从今天起 跟师父说 该打打 该骂骂骂 那没有机会的 你就一心一意地伺候师父 学一个本事 头三年干嘛呀 过去你别看 现在有很多文物专家 说起来都是德高望重 这个社会地位极高 最初就是个学徒 就是天天端茶 倒水 扫地 就这些事 很琐碎 每天起来 师父没起床 把屋里打扫干净 师父一起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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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口茶递上去 过去的人 特别讲究 早上起来漱口 因为茶是可以消毒的嘛 像你嘴里有味儿嘛 喝一口漱口茶 当然漱口茶 这个 我跟你说说 我这没有了 我告诉你这怎么来 漱口茶有意思 你知道什么叫漱口茶吗 您给演示一个 您演示一下 过去古代的是这样 漱口茶首先是温度要适中 你给师父沏一个 奔烫的一壶茶 往这一倒 这师父一口就 碰就喷出去了 太烫 得适中 就现在这茬差不多 哎呀 我这没树 不就乐呀 我想起来这事吧 我不是个演员 我弄不了这事 说果然是这样 我试着 给你们再学学 咽了 没吐出去 吐出去太可惜 这过去这漱口茶 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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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给咽了 我们今天认为 这漱口就是得吐出去 这母吐 咽了 舒服 所以 千百年来 这师父和徒弟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年轻的时候 也有过师父 我二十岁那年 进了工厂 那时候是从农村 插队两年以后 回到了城市 当时进了工厂 而且我们那个工厂 是非常好的工厂 是七级部 就是今天的航天工业部 你们看 每次打上卫星 打这个洲际导弹 都跟我们当时的工厂 有直接关系 那里的工人 都是非常优秀的工人 我去了以后呢 我们进了车间以后呢 就开始就分配 每个人给一个师父 领到我的师父面前 我那师父姓董 董师父 董师父呢 他们是一代 这个老工人 所有的本事 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所以我进去就恭恭敬敬敬地 叫一句师父 这个师父还不是败的师父 就是丹利人的这师父 就是工厂 我们讲对价 因为工资不是他发给我的 本事他教我 但工资不是他发的 是工厂发的 但是我们依然延续了 过去那种好的传统 就是首先我要比师父早到 我永远不可能比师父晚到 最好就是 每天早上一到这个车间 进去以后一看 师父没来就特高兴 师父要早于我 我就特紧张 然后呢 给师父去打热水 比如鸡头旁边都有开水壶嘛 就暖壶嘛 去打完开水 找大号茶缸 从家里带点好茶 给师父沁上 这都是我当工人说话 觉得心甘情愿地去做的 是吧 这个 好在我那师父特好 我那师父不抽烟 有的那个 这个徒弟呢 赶上一师父抽烟呢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师父点烟 你要自个儿抽 那你就得备双份 就是自个儿一根 每位拿出烟来自个儿一根 给师父一根 这都有程序的 你拿出烟来自个儿叼一根 给师父一根 非常不礼貌 拿出来先给师父一根 自个儿再叼一根 滑火的时候 先给师父点 再给自己点 这都是规矩 你现在觉得 拿根烟说 师父给你一根 好像赏赐师父似的 啪 点个自个儿吸完 这人一看就没规矩 是吧 我们过去的师父就是 徒弟点烟高兴啊 嘴上不说 不一定是说 但是高兴 是吧 以至到师父抽烟不带火 是吧 没火 回回都是徒弟给点嘛 只要这烟往嘴上一怼 这个徒弟啪 拿出火来 不一点 高兴啊 有一天 烟拿出来 一想徒弟没来 自个儿也没火 在嘴上就叼鱼烟弄着 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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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叼一天 过肝瘾 你像这些啊 都是非常细节 非常小的事 今天的人可能都不是特能理解这事 说干什么呀 我凭什么呀 我来了 我爹妈都是啊 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啊 我在大学都是学生会主席 凭什么给你点烟 你能恶习 是吧 你还不赶紧借了 所以在这种 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 或者说江湖上形成的这种师父规矩 不管你是学技艺的师父 还是你后来有个对价的师父 你只要在他身边 你就应该恭敬他 这个还跟年龄没关 我们过去是跟年龄有关 我们那师父一看就是父辈 把我进工厂说20岁 他起码40多岁 那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那师父现在还在不在了 姚老师 咱们把第二件文物拿上来吧 拿上来我们换换 你看姚老师拿这个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 这个很危险 等会啊 别着急收文物 说一下姚老师 姚老师都脸红了 没化妆 没化妆也是颜值担当 你知道江湖就是这样 江湖不是看面相的 慢点啊 别着急 看气质嘛 主要看气质 在江湖上牛的人都是不带杀气的 带杀气的都不江湖 来 好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件也不带杀气 猜猜是什么 江湖 我离你远点 人在江湖飘 这个啊 这种玉饼刀啊 说句实在话 这种刀就是欣赏用的 这个做工是恒独斯坦做工 就是乾隆时期呢 对这个西域来的玉器非常感兴趣 恒独斯坦玉呢 往往都是比较灰啊 不是那种超白的玉 你看那种特别白饼的 往往不这个雕法 你说一看这个雕的很西洋味 看到了吧 很西洋味 我们为什么把这样一个文物啊 多少带点凶器的 拿到江湖这一集呢 为什么拿到江湖这一集 拿这个我就想到大哥两个字 什么大哥呀 就是你要想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 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插兄弟两刀 插兄弟两刀 那你回去吧 你那都是啥兄弟 为兄弟两肋插刀呢 这个是这个很野蛮的忠诚表达 所以野蛮就是我为兄弟去做事 我这个这个挤一个袋子 两边一边插一刀 插一个还不够过瘾 两肋 两边插二刀 是吧 我们贺农元帅 两把菜刀闹革命 插两把菜刀 那也挺狂的 两把菜刀 今儿你插着出去 警察就来了 就肯定的 所以他这个是一种异象表达 我们说的是个异象 为兄弟两肋插刀 就是拼命去 拼命去 这种意气呢 在我们的江湖文化中呢 其实很重要 江湖文化中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叫信义 信义是两条 我说中国词都是两条 信呢是忠诚 只有忠诚 你才可能跟别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就是 忠诚这个事呢 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考验 经过一些事 他才可能让人相信你 比如我们出去一块去做事 如果互相之间有怀疑 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 也没法做 那么意呢 就是不讲对价 对吧 我们说意就不能跟你讲对价 就说哎呦 咱兄弟帮你打架 给多少钱 给多少钱打多少拳 是吧 那成买买了 对肯定不行 所以我们有个词啊 也是词性有些变化 比如大哥 你说大哥相对什么产生呢 小弟呗 对相对二哥产生 对吧 二哥三哥四哥 大哥小弟 就是他相对于 其他的各种称谓产生大哥 大哥呢 做大哥很难的 我觉得生活中啊 每个行业都有大哥 大哥来了 做的大哥 做的好的呢 一定是做事非常周全 他不是 大哥一定不是对二哥好 不是对三哥好 大哥一定是对小弟好 越没有身份 越底层的人 他一定对他越好 你比如 你比如成龙啊 成龙在这个影视界呢 是官称大哥 有人岁数比他大 也叫大哥 这个 他就是 这个 做事 非常的周全 周全到琐碎 什么事 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是朋友来没有 比如有一回啊 这个 他叫我去吃个饭 吃一个饭呢 那时候我跟他是不是特别熟 就见过 大概见过 两三次 三次次吧 两三次 他请我吃个饭 在上海 那个给我印象非常深 他们在一个很偏的地方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你来吃饭 我说 因为他叫我说有点偏晚 我也没提前准备 后来我说你们别等我 我会赶过去 等我到他那吃饭的时候 都已经 我记得都八点多了 八点多呢 他出来迎我 迎我 我看见 就说说要进去 一进去 三桌席 三十人 没动筷子 弄得我就特内揪 所以我说你们别等我 你等我弄得我 好像就不合适嘛 那么 成龙就说 因为 你说马老师 你这次来就是很重要 我们大家都要等你啊 所以他就不能让别人动筷子 那我当时就很受感动 其实都是小事了 这都是小事 他对底下人的照顾 就每个人吃饭 每个 就是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所有人都高高兴 吃完饭 然后呢 他在草草扒了两口 所以做一个大哥 没那么容易 江湖上都是这样 就是你要知道 怎么去帮助你底下的人 他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那有人呢 有的做大哥的 一看就是 别人遇到困难 就有时候偷偷的 不会公开的 做大哥做的不好 就说 哎呀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 我们家遇到点灾 需要点钱 那柜上给支点钱吧 这是一个做大哥的方式 让所有人看见 我怎么样了 但是这时候 可能会给底下人 造成很多麻烦 或矛盾 会做大哥的 肯定把你交一边 说 你好像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一说 偷偷地塞点钱 不让任何人知道 你知道一个人的 这个 随着道德修养的 这个增加呀 骂猫 你会知道 你给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让别人 比你还舒服 你有能力救济人的时候 你心里是非常舒服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